第4位 新加坡的航空公司 第4位 新加坡的航空公司 第4位 新加坡的航空公司 HELLO 大家好 我是Emily 最近一位新加坡航空公司 跟ETIA航空公司 來台要招考空服員 有蠻多人的目標 都是要加入外商航空公司 我也常常收到訊息問我說 外商面試到底要怎麼準備啊 那我自己考上過 三家外商航空公司 那我認為呢 即使每家航空公司 他們在面試的流程有一些差異 但是选人的标准我觉得没有差太多 你只要能够通过其中一家的面试 你在考其他家的时候通过的几率也会提高 外商航空公司他们在选人是比较能力取向的 以前常听考官说 Be yourself, be the best version of yourself 他们希望可以在考书关卡当中 去观察到考生的人格特质跟能力 所以大家尽量要在面试当中展现出能力跟潜力 让考官看到 那么你被选上的机会也会大大的提高 今天就用这个影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在准备外商面试一定要注意的五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细心打扮外表专业漂亮 常常我们在面试的时候 你要建立良好的第一印象 就是要怎么建立呢? 就是要从外表开始 因为人家都还不认识你还没有看过你 第一次看到你还没听到你讲话 要建立好的第一印象一定是从外表开始 那从妆容跟服装都很重要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妆容 你在考外商的时候 一定会注意到你们看那种航空公司的广告 他们上面的空服员笑起来都是非常的灿烂 而且很漂亮 那你自己去考试的时候 你就是要画得这么专业这么漂亮 不然的话你怎么会像 那个航空公司的空服员呢?对不对? 所以在妆容上面就要特别下苦工 而且我觉得还是要稍微有一点妆感 才比较适合外商航空公司 原因是因为制服的颜色很重 那他们需要比较重的彩妆才能够衬托 才不会被制服压垮这样 还有服装也非常的重要 服装因为有些航空公司 他们并不会规定你一定要穿上物套装 举个例子像新加坡航空公司 那如果你可以穿自己喜欢的衣服 可以衬托出自己的风格 可是又很正式的服装 就会让人家觉得哇喔眼睛一亮 全部的应试者这样站一排站出来 你可能就会比较有自己的特色 也比较容易被看见 那前提是你要懂得自己的身材优势 身材比例 然后你要会挑衣服 要穿出比较适合自己的风格 在外表打扮上呢 服装跟妆容都很重要 第二件事情 主动积极把握表现机会 有时候外商会有open day 那open day呢 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就是走过去 然后把你的cv交给考管 可是短短的这个动作 其实你跟考官的接触 大概就只有两三分钟 那前几天才有人跟我分享说 他去考了外商航空公司的open day 就有点吓到说 既然这么短 没有太多时间可以讲话 所以当你在交cv给考官的时候 那一两分钟就显得很重要 而且考官跟你的对答 其实都不是什么太难的题目 他就是很深呼 他可能就问你说 你今天怎么样啊 How are you doing 那你是做什么工作呢 为什么会来这边考试 为什么想加入我们航空公司 这么简单的问题 可能就只有一题 甚至是两题 那你要好好的把握 当下你可以发挥的机会 那也不要只是回答说 一句就结束了 因为一句结束之后 你可能也就结束面试了 因为考官不见得 会想要继续问你 因为后面可能还有几百个 还有上千个人在等 所以你在把握表现机会 就是你要抓紧 那一两分钟可以回答的时间 尽量能够让考官对你有兴趣 所以你在回答的时候切重点讲 然后去挑考官会有兴趣的内容 那可能跟这个职务相关 跟你的工作相关 引起他对你的兴趣 但他会继续往下问 拉长你们可以接触的时间 所以主动积极是很重要的喔 第三件事 自信应对散发十足气势 其实我们在跟考官对答的时候 并不是只有真正在跟他讲话的时候 拿着CV走向考官的时候 这一个段落其实他也是一个interview 因为考官会看着你怎么走向他嘛 对不对 以我的经验是曾经在考场 就会看到有些考生是拿着CV 然后到他的时候 考官就在那边对着他笑 然后他就这样 头低低的 然后就看着地上这样子 然后走到前面才看着考官说Good morning 可是整个感觉是很没有自信 因为你都已经 考官都已经在看你了 比较好的做法应该是 你从你的位置站起来之后 就应该要很自信的看向前方 接近考官的时候就看着他对他笑 因为这一段呢 虽然你没有讲话 可是这一种叫做非语言的沟通信息 你会让人家知道哇你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你散发出来的感觉是很有自信 那这样的感觉呢 就会让人家觉得你也很有气势 然后你跟考官的眼神接触也非常有自信 所以那个第一印象的好感就会这样建立 问你的那些问题 你一样也是要用这样的态度去面对它 那我现在来举一个例子 之前我曾经说过留言 告诉我说他去考外商航空公司 那卡达的考官就问他说 你是第一次考卡达吗 那考生就说对啊 我很紧张所以也很期待 那你为什么想要加入卡达呢 那他就讲说 因为我朋友在那里工作 然后考生听 考官听到的时候就大笑 他也没有料到是这个答案 考官就跟他讲说 哇 你很诚实耶 可是你可以告诉我 你为什么想要在卡达工作吗 这样子 针对这样子的应答 我是觉得蛮可爱的 因为是第一次考试 其实也是也还蛮紧张的 那有这样的表现 我觉得很不错 可是还是有可以做的更好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可以展现小小的幽默的时候 那一句话可能 他就是一个当下的 即适反应跟有一点玩笑话 当你朋友在那边工作是事实 那你逗了考官校 那如果是我的话呢 我就会接着下来说 那因为我的朋友有跟我分享很多 他在卡达的生活啊 他的飞行生活很多才多姿啊 他告诉我他去过很多地方啊 他的所见所闻 所以让我很向往 所以因此我才想要加入卡达航空公司 你也讲了好笑的部分 但是你也补了你应该要讲的部分 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可以让考官 马上知道说你对这个工作的企图性跟向往 而且呢 他有机会会在从你的回答当中 去延伸问你问题 很多人会说 可是时间就很短啊 他如果没问怎么办 没问题啊 可是你已经讲了 你尽力能够讲的很好的部分 那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只要有一题答得好的话 时间不用长 你就可以被选上进入下一关了 所以我说的自信应对就是 在任何的问题呢 你都要想办法转向对自己有利的部分 然后讲出自己可以吸引考官的地方 你可以从很多方面切入 那看他怎么问你 然后你怎么带 把你自己最优秀 然后你自己最想要跟考官讲的东西讲出来 第四件事情 加强英文绘画能力 不管你要考哪一家航空公司 比如说阿联酋啊 卡达啊 新航啊 Etica啊 或者是国泰 那这些外商航空公司呢 他们主要使用的语言都是英文 所以在面试的全部关卡一定要用英文嘛 包括你后来进了公司 你收讯啊 上线啊 你跟你的同事 多国籍的同事 一起工作的时候 大家都使用英文 我们在去面试的时候 一定要增加英文的绘画能力 因为大家平时可能上班很少使用 那你要考试 临时要讲就讲不太出来 这平时就要多多的练功 怎么练呢 我这边有一些建议 我以前自己会跟朋友 就是志同道的朋友 他也想要考试 我跟他一起练英文 因为像绘画这个东西 靠自己碎碎练 其实是没有用的 那你真的是要跟人家对话 而且我们要训练的是 即时的回答能力跟反应嘛 所以一定是你问我答 你问我答这样子 然后就跟朋友练 那自己呢 其实也可以透过看大量的 比如美剧啊 英剧啊 挑你自己有兴趣的主题 然后去看 去加强自己的听力 航空公司的考官 他们来台湾招考的时候 他们未必都是母语是英文的人 所以他们可能会带有一些些 不同的英文口音啊 我们要听得懂 要学习去适应 那以后你工作的这些同事们 可能也是有不同的口音 所以我们在面试的时候呢 因为要听懂更多人讲的英文 我觉得要多练习听力是很重要的 然后有些人会问说 那我要不要加强一些单字啊 因为单字 临行要去进那种很艰深的很难 那真正面试在用的 其实它是非常口语的 所以大家呢 一般在加强英文绘画的时候 不要把那种太多的重点 放在增加很多的英文生字 那如果你真的要学呢 其实可以去针对 航空业相关的一些生字啊 或者是一些专有名词去记它 因为这些东西可能 可以用在 比如说在团体讨论的时候 考官如果出一些状况题啊 你就可以使用 那或者是说 考官问你一些 航空业相关的事情 你也可以了解他说什么 然后你就可以回答 那我觉得这部分的生字 是可以加强的 还有一件事非常重要 就是要注意一下实时 就是最近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们去看英文版的 那有必要的时候 我们就是记几个关键字 或是几个比较重要的大事 那到时候如果在参加英文讨论的时候 有出类似的题目 或者是说呢 你临时想到 哇这个新闻这件事情 可以当成你的idea的发想的东西 然后你可以丢出来跟大家讨论的 那这就非常适合 就可以在必要的时候 就你一码 第五件事 面试模式与内容的准备 在外商的面试关卡当中呢 其中有一个叫做group discussion 选择非常常见的 通常就是会有比如说五个到十几个 分成一组 那考官就会给一个主题 那要你们在限定的时间内讨论出结论 或者是说他有几个问题 请大家回答 那像这种考试呢 其实就可以马上看出大家的英文能力 或者是逻辑思考 或是每个人的人格特质 那这个就是面试关卡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他们会再利用这个模式去选人 而且选起来也会很快 那怎么准备内容呢 其实我觉得难度就是在于 他考官丢出了一个题目之后 你听到这个题目 你短时间要能够快速发想 自己要讲的东西 然后他是有逻辑有架构的 那你待会你有时间就是见缝插针 然后可能大家讲到一半的时候 就可以发表你的意见 就不会担心说自己的内容被人讲走 而且有的时候 你刚好讲的东西被讲走的时候 其实还是有方法的 那像这个在我的线上课程里面 就有告诉大家说 要怎么样快速建立发想内容 那当意见被别人讲走的时候 又该怎么做 那我们在讲自己的意见的时候 也要留意自己是如何讲答案的 也就是说你如何展现你的样子 还有你的人格特质 那这个都是考官要看到的东西 那通常我们在讲自己的答案的时候 我们常会忽略了 比如说脸部表情没有笑 或者是看起来很严肃 甚至是肢体非常僵硬 那有些人甚至是可能在讲话的时候 不小心打断别人不知道现场状况是怎么样 然后其实自己就是整个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那像这样子其实在团体讨论当中都是蛮吃亏的 因为你就会显露出自己的缺点 那其实外商航空公司是非常注重人格特质跟能力的 所以我们在讲自己的意见跟想法的时候 除了那个意见本身是要言之有物以外 我们的人格特质最好就是在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也要一并的呈现 今天假设你是一个 比如说脑筋动得很快的人 那你在讲自己的答案的时候 你可能就藉由丢出你的意见 然后那个意见是非常有创意的 然后让考官知道说 哇 这个考生感觉上他的意见都非常的新颖 而且感觉能够激发团队的那种热情的感觉 这样子就是你在讲答案的时候 其实已经让考官跟现场的人 感受到你的人格特质是怎么样的 那今天假设你是一个很擅长沟通协调的人 那也可以在面试当中展现出来 比如说大家一群人在讨论的时候 可能出现意见分歧 我觉得这样 我觉得这样 你是一个很圆融很擅长沟通 你就站出来说 我觉得你们两边的意见都很好 可是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怎么样 那你就好好的去展现这样的特质 你就可以让考官说 那原来团队有这么一个个性鲜明的人 如果懂得把自己的人格特质表现出来 你团体当中的表现就很容易被考官注意到 而且被选到的几率也会提高 那当然空服员是团队合作的工作 你可以跟一群人一起合作 你也要有独立作业的能力 因为有时候在飞机上 你要独立面对客人 客人做complaint的时候 或者客人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要有办法帮他解决 所以独立作业也非常重要 如果你看了今天的影片 你觉得你还想要了解更多 关于空服员面试的技巧的话呢 我有一堂线上课程 叫做空姐抱抱带你快速通关 硬考空服员全方位指南 那这是一堂非常棒的课 从零开始手把手教你考上空服员 从发妆 履历 自传 面试技巧 这些等等都一网打尽 那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很多 硬考空服员 或者是地勤的所有的疑难杂症 那里面还有免费试看的单元 还有莫特尔的应答范例 还有我给大家的回答范例喔 有兴趣的朋友 就可以直接点影片的描述栏 那如果你看了今天的影片 有任何想问的问题 都欢迎留在这个影片底下喔 我们下次再见囉 拜拜